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音这个办法处理的话 这个川普纯粹是玩死在香港 在美国很多亲共的人 其实包括微软咯 他等于是川普这个做法两头玩咯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个比尔盖茨在那儿 而是洗脯垃圾装孙子 替共产党说话 他又想挣钱 又想获得好处 他自己有着相当不可高人的目的 微软 那他找上微软去 然后微软当然觉得占个便宜了 就会买 拼死了就去买抖音 那么抖音那么吃老了亏了 对不对 强霸也好 这霸也好 那也好 好喽 那你们俩就掐了 你们俩掐完之后 你们俩肯定为了钱大家掐 唯利是处者下贱 彼此之间一定掐 而他们家掐的说 川普在边不成 我得抽成 小丫头 对 没我 你们不成 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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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钱 这给国家这个 大家的基点不同 这是老中叶致死人的 这招致死人 所以川普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活生生的一个 他真实的人 非常真实 他没有什么循规蹈矩的 人不能按规矩做事情 说句难听话 人说这话有点别扭 规矩一定有神的背书 没有神的背书 一切规矩都是邪恶的 都是为立规矩的人 达到自己阴邪的目的 就这么回事 没有任何神的背书 所有立规矩的人都是魔鬼 所以这就我说扯个驴蛋 那为什么川普敢这么敢 他就不在乎 我都七十多了 我关你大事 对不对 明天我就死了 你怎么着吧 我死了都没有第二个川普 小样子 所以今天很多所谓读书的人 傻东西都傻在自己的知识里 阴谋诡计里头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其中的故事 真的看不清楚其中故事 就像有人五毛还骂 我一看你就是汉奸 我现在跟你说 你别这么骂 当时骂汉奸的时候 是骂习近平他爹 如果你骂我是汉奸 那你就承认我是他爹 我也养不起这么大儿子 你这是什么 你连私人都不配 那傻东西 有病 我跟你说 就是教你们骂人的 都不只能改改词 汉奸这个词出来的时候 你妈都没生呢 你骂了这么老的一个词 出土文物能换个钱 这汉奸也换不出钱了呀 你奶头都够不着啊 笨蛋嘛 我跟你说 骂人都笨蛋 还得我教你 真是的 以后别骂了 别骂汉奸 换个词 回家 培训的都换个词 你想出个词 他也想不出词来 现在都是豆腐渣工程 对不对 连那培训都是骗钱的 他骗习近平的钱 骗王沪宁的钱 王沪宁骗习近平的钱 谁不骗谁呀 这年代谁不骗谁呀 媳妇生的儿子 当爹都心里没谱 你说还谁不骗谁 他媳妇也没谱 因为他不知道是哪个生的 验DNA都验不出来 不知道谁的种 这是今天 为肉是图 人家说为力是图 你让我说叫为肉是图的 大陆 很多大陆人的家庭的真实 越在城镇的越这样 就那么回事了 业务 所以那个五毛 你业务都提高点 别再骂什么 我都学不出来了 因为那词太老了 这个下一个 这个叫抖音被禁了之后 恐怕就是微信不远了 这个抖音被禁之后 微信不远 其实是当时纳瓦罗 在一号的时候 接受自由 接受这个福克斯新闻网专访的说 他提到过 他说应该微信共同被禁止 那微信被禁呢 他就影响面比较大 原因就是 其实他影响面 对不起 影响面没有抖音大 但是他会出现很实际的冲突 今天在美国 有很多大陆人来到美国 但他的支付手段使用微信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使用微信支付 但很多国人使用微信支付 所有人都骗 你看他爱国的都骗共产党国家 人都到了美国了 身份都领了 那头退休金还拿着呢 共产党都破钱 这就邪了门了 谁跟钱有仇 所以那头钱他还拿着呢 很多钱都是用微信支付的 对不对 那如果中共国 如果美国禁止使用微信 会影响到很多这样的中国人 我不知道美国 就是监察机构海外投资委员会 对微信的有关金融支付部分 是如何掌控的 那我不清楚 但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相应的渠道 进行管制 这是肯定 而抖音不是 抖音是在美国主流社会中 年轻人中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所以封杀 微信 不会像封杀 抖音那样 来的在美国主流社会出现很深刻的影响 但是他会带来极其复杂的金融方面的 在华人社会中会影响巨大 影响巨大 那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样的相应的这么一个一个关系在其中 如果抖音在川普提成的背景之下 他得到好处了 政府得到好处了 他也干成了 既打击了他 又管制了他 又使得美国公司 美国大企业在川普面前 吃了人家嘴朵 拿人家手朵 那你要分的话 说支付宝卖给苹果 苹果你跟他谈去吧 对吧 阿里巴巴给他拆了 卖给不同的公司 那微信支付卖给这个卖给谁 对吧 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那大家都政府给你做后盾 或川普给你做后盾 你看这买卖谈什么呀 就像现在抖音跟这个 跟这个微软之间买卖 那个抖音没办法谈的 这个微软会很占便宜的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模式要出现的话 那要了共产党命 要了共产党命 人家说 那在美国的企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那共产党也可以这么干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已经遭受了这 比它更残酷的凌辱 对不对 强迫转让技术 就是对美国公司的凌辱 两回事 瞎掰的 所以表面上你看它插过 它已经是那样了 抖音遭到美国政府的 可能被禁止 反映了中共国科技业 全球野心受挫 微信很可能是 面临着类似的场面 这个东西都是突破国界 吸引人们的这种欲望 从而造成全球的联盟 有点像一带一路 有点像一带一路 它在无形中 在人的手机中 当它以这样的方式 美国封杀的时候 或者把它切割之后 抖音全资卖给了微软的话 那抖音在美国的生意就不存在了 那作为这个微软拿过来之后 它可以会改名字呢 也就是说 其实这么讲吧 就是抖音被肢解了 对不对 数字跳动被肢解了 那如果微信也是这样出现的话 所有中共国 走出国门的这些社交媒体 都将被肢解 日经新闻 美国锁定了抖音 更广泛的反映了中国科技公司 在全球成功扩张野心受挫 共产党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力 和可以取得美国个资 从而带来的直接的伤害 蓬佩奥 蓬佩奥应该是昨天接受福克斯采访 可能会禁止一系列来自于中国手机的APP 那这些软体公司将信息交给共产党和国安部门 它没有公布细节 德国之声 微信等中国APP 可能不久之后 面临着同样的被禁止的境地 那对国人 对中国人 大陆人 长时间使用微信的人 是个巨大打击 这个肯定是打击非常大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对微信曾经做过长时间的测试 测试的结果 去年图片发表后 微信会审查图片的内容是否包含敏感字 图片是否与黑名单相类似 所以微信具有超凡的能力 可以去查图片上的文字 很多的这种筛选的概念没有这个能力的 没有这个能力 YouTube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 但他有话 搜索音乐 画面跟文字的能力 但是图片的能力没有 可能没有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这是表现出他的 他的这种 侵犯人权 这种审查制度的 这种深刻性 五月份的报告 微信国际账号之间的相互传递 依然被同样是被监控的 包括文档图片是被监控的 那而他监控内容都上传到中国大陆境内的 所以所有使用微信的人 所以所有使用微信的人在你手机里有了微信东西的人 几乎你对中共国是个透明人 这个就您哪儿长个包 哪儿长个街子 是不是 你咳嗽了 他都知道 如果他想知道的话 中国以外的用户不仅会因为政治敏感内容受监控 而内容会因为用于训练微信针对中共国账号审查系统 所以他就说透过你海外的一些账号 直接渗透影响到这些国家 微信国际版本的隐私条例用户协议 并没有充分告诉用户数据如何被使用的 中共当局可能会调查微信在程序中植入内容的监控 调查的结果导致某些政府机关禁用微信 甚至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会把它清除掉 印度已经要求清除微信 印度将要清除掉是QQ微博 微博阿里巴巴在印度不久将会违法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故事了 那我刚才讲过了 川普如果在抖音这个问题上挣着钱了 那他用这个方式把中共国的所有类似的产品 都可以给他肢解掉 这是一个非常真正 老中医治脚器 老中医治脚器你知道怎么治吗 把脚给他剁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